好 各位 請你再次回我 正如我做的 準備嗎 你的回合 非常好 好 春天和秋天 最適合郊遊 今天帶了Taddy和Coffee 去小西灣行山 行山之前 我們會去柴灣 一間寵物友善的餐廳 吃飯 這間餐廳位於柴灣工業城第一期 柴灣工業城第一期 有自己的停車場 這個停車費用 星期日都是每小時12元 想不到原來這間餐廳 是望河這個 吃完飯了 我們現在出發去小西灣運動場停車場 會在這裏拍下車 再走去小西灣海濱花園 星期六日公眾假期 就七元半小時 頭兩小時 兩小時之後 每半小時 十元零五號 由小西灣運動場停車場 走過去小西灣海濱花園 大概要十分鐘 我們今天的目的地 就是去歌連神山的炮台 小西灣海濱花園 都有寵物共享公園 在一個指定範圍的黃色的位置 看著海 一直向右邊方向 直走 看到足球場之後 繼續向前走 轉右邊 就會看到一個公廁 可以去完廁所之後 才準備行山 在公廁的對面 這條樓梯 就是行山的入口 上來走幾步之後 就會看到一個分叉路口 右邊這邊 景色會比較漂亮 路徑會比較短 所以我們就走右邊 哇 好緊張 一開始 要先走幾層樓梯 不過不要氣餒 走到山上 就會是一條平路 好 繼續上 很快就過了全部的樓梯級 接著就會是這些 大直路 好緊張 抓到台子 你乖乖的 要抓地 拉到台子 它不害怕 好 走到中段 還有公廁 經過公廁之後 又會見到有左右兩邊的分岔路 我們就是走左邊 向著這個哥連神角呈教柱的方向 哥連神角是一直沿著海走的 看到這棟白色的建築物 就要留意了 它對面的藍色欄杆 稍後會有一個秘密的入口 那邊就一直通往這個炮台 當你看到右邊有這些石棟 就是那個秘密入口 這個位置會見到有一個小樓梯 它爬上去之後就會接踢一些和Coffee 這一段很斜的 所以記得穿行山鞋 我們到炮台了 由剛才小西灣海濱花園公廁 在對面的樓梯走到過來 我們用了大概五十分鐘左右 這個就是荒廢了炮台 已經有八十幾年歷史了 來到炮台記得要走進去 看那個蛤蝦蝦 看那個蛤蝦蝦 是白痴蝦蝦 蛤蝦蝦會 今集嘉年神国炮台的介绍 来到这里已经完结了 下集见 拜拜